我們謝謝夢浴連線 週末假日也要帶您輕鬆一下 今天旅遊專題 我們要帶您到日月潭附近的水裡跟車程 去體驗當地獨特的陶土和木工活動 最重要的我們還會教您用超省錢的方式 好好玩遍這幾個地方 來日月潭記得先買好套票 能讓您省上好幾百塊很划算 這裡就是距離水射遊客中心才兩站的投射 下車稍微算個步就到活盆地了 站著就能明顯感受地面晃動的感覺 有的人說走起來像跳動的草原漫波田 很有趣 但也別只顧著玩 順道來了解一下這數十公尺深 千萬年形成的特殊泥炭土 它本來就是裡面都是泥棗 都是 它下面都是水的 那我們這邊的這個農家 它就是為了要種植 它在上面會鋪了30公分的泥土 它會上面長了很多草 我們就跑在上面走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是會動的 據說這樣的地質 日月潭外全球只有荷蘭和緬甸有 其實這樣子還不夠髒 接著我們要用手去抓泥吧 這裡是水里 沒錯 待會我們要玩陶土 而這位是第三代瑤主 當初來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村落只有一戶人家 我族戶來的時候沒有人住的地方 所以我族戶來一看的時候發現 這個土是好的 就決定從南部到這邊來 水里搖曳從1927年在這裡開始 曾經最多有過八家蛇搖廠 但桃旺逐漸被淘汰 搖廠也跟著歇業 現在只剩這家 不過是為了文化保存而經營 來參觀時 別害怕走進這條 30公尺長的大蟒蛇裡面看看 它旁邊都有一個洞一個洞 一個都是頭心桃 頭心桃 這個 是要丟木材進來燒的 調節它溫度的 我們可以從那邊轉過去也可以 所以以前都是燒 這那麼大一個網的 對 這個已經燒了85年了 所以這樣子的 這種窯是從福建 福建過來的 當然有福建 OK 那邊是燒窯的地方 窯裡面又可以又窄 有點恐怖 不過很特別 以前的人為了祈福 可是搶著鑽喔 以前人講一句話 來抓油 軟油坑 阿伯你會很好 我們這個窯呢 長的形狀非常的長 那常常的就像一條蛇 這個窯呢 因為長 長在過去來講 叫做一抓一抓 所以一抓油 一抓油 就是到最後就變抓油 在農業社會時代 鄉下生活是沒有水塔的 那所以他們每一個家庭 要有一個陶鋼 陶鋼是支撐著 一天的吃飯的水 一天的洗衣服的水 一天的洗澡的水 都靠那裡幹 防疫的時候 我們更做了一個防空鋼 在日記時代 可以讓軍人躲在裡面 戰爭用的鋼 現在不需要那麼大的陶翁 但想嘗試陶瓷製作的話 可以在這裡體驗手拉胚 完成 接著我們再搭上巴士到 終點站 車程 這裡也是南投觀光鐵道 極極之線的終點站 可愛的小車站 有沒有一點平溪火車站的感覺呢 早期曾因為水利發電 及木材產業而繁榮一時 而這位小姐也是第三代接班人 把以前的木材工廠 轉型為文化景點 我剛剛是來到這邊來設工廠 對 那時候是大概在民國 47年的時候 我們進大概到這個車程村 這邊的話 其實是以前我們的畜牧池 以前所有的木材來到以後呢 它就要泡在池子裡面 那客人就會像我們一樣 站在這個地方 而就開始選擇說 他要拿一根 然後工人就像滑船一樣 把他滑過來然後到天車 再把他載進去看是要在製裁場去做 製裁呢 還是要遠目的從放在那個平台車上面 直接運送出去 其實以前我們有運過去的那個鳥居 是有那個敏製神工 現在車程已經沒有辦法要做這些 可是呢 遊客來還是可以去試試看 那個悄悄打打的木工 好 一 二 三 這裡的DIY 包括烙印和組裝板凳 不困難 滿好玩 肚子餓了 可以嚐嚐這裡的 燻雞木桶便當 很豐盛 吃飽還能把木桶帶回家 車程 蛇窑 活盆地 如果真的要選一個的話 哪一個最好玩 其實好難選擇喔 因為每一個都可以動手動腳 親身去體驗 還有都有他自己獨特的文化 歷史還有故事 都很有趣 真的要選的話 不可能他以後都來幾次才會知道 影視新聞溫容曾益祥 南投報導 看完了是不是很